小小子 其實這是我在兩年半以前做的 那不過我從來沒有分享過 那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分享 那其實最主要的核心是 我會喜歡就是我要我們在一起 跟所有認識的家人朋友 就是我要我們在一起 然後我就會喜歡做在這個天梯之下 然後我就會去做很多很多的 就是會去吃喝玩樂 然後我就去發現很多很多吃喝玩樂的地方 然後去辦很多很多不一樣的那種小型party 然後去讓我跟我自己的家人 還有我自己認識的這些好朋友們 大家就可以更close 那其他的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我覺得這是我自己還蠻喜歡的一種生活態度 比方說彼此互相幫忙 然後或者說是參與 我自己個性很激活 然後所以我就會很喜歡去參與很多很多 我熟悉跟不熟悉的人事物 然後還有包括說就是我會覺得說 與其等在那裡等著別人來關心我們 不如勇敢的去關心 然後去把自己的喜悅分享給身邊所有認識的人 對啊 那當然這 因為剛好那個時候我在做這個夢想拼見的時候 剛好剛接觸蟲蟲 然後那時候對蟲蟲蟲就非常非常的新奇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看到這個圖 我就覺得還蠻有感覺 為什麼左下角會有一個那個是腳步嗎 腳印 對 就是那個牧羊的奇幻 欸 少年 牧羊少年的奇幻 然後那本書 那天我們才看到 裡面的 對 一幅文化 那我覺得他這一段話算有點小 人類在生命的任何一個階段 其實都有能力去完成到你的夢想 你只要一步一腳印著往你進你的夢想前進 你都會實現你的夢想 對啊 那就是那時候看到一些很有感覺的一些圖片 可是你的圖是左下角這樣 最下面這一系列的圖越來越大 嗯 越來越大 你說這一系列 有小的圖要換越來越大 對 其實這一整個系列只是吃喝玩樂 對 還有夾子 對 但是現在剛好它的圖就是 剛好它的區塊大概是這樣 然後就是照大小把它把它拼起來 那其實就是吃喝玩樂 那這我喜歡去製作很多很多的吃喝玩樂的各種場合 跟各種東西這樣子 對 那這是我從一起就是 我還蠻喜歡我那時候做出來的這個夢想拼貼 那從小到大可能我在身 就是在我身上發生過了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很特別的故事 那我覺得在每一次跌倒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很多朋友幫忙 幫 幫 協助我 所以我覺得當時我看到這一副 這個頭上非常非常有感覺 就是當我們每一次跌倒的時候 我可能剛好遇到很多人在幫助我 所以我每一次跌倒的時候 我都有勇氣可以再站起來 那我也更期許自己說 當我如果我身邊有任何的家人或朋友 是我關心的人 如果在不管在各方面遇到錯誤的時候 我們可以互相的去幫忙 那彼此可以在彼此的生命裡面走得更好 我覺得 這就是我的夢想拼貼 那上面是我愛工作更愛你 我愛工作更愛你 因為 其實像以前 以前我的 就認識我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很愛念書 在學生時代就是我很愛念書 然後畢業工作之後就對工作很認真 老闆交代什麼 就要把什麼事情都做到很好 可是其實我並不是真的那麼愛工作的人 我只是會覺得說 在我工作這個過程當中所經歷 或所學習到任何東西 都可以幫助到我所關心的每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我的認真 包括在工作 包括在其他我可能學習得到的東西上 都是會因為我認識的人 就是我因為很愛我身邊每一個人 然後我所學習到每一個 可是希望能夠幫助我身邊的人 做得更好 對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這段話的時候 還蠻有感覺的 對 她的愛犬 對 然後這個是後來補上去的 這是我的小哥哥 他現在已經快六歲了 不過他非常可愛 他只要 他只要你跟他講說拜託拜託 他就站起來 一直拜託 然後他可以拜四十分鐘 真的 對啊 他可以拜四十分鐘 那是略帶吧 睡不常啦 然後有時候他做錯事的時候 我就會罰他在 在 罰他就是 罰站 然後罰站的時候 我就會空一面牆給他 就是家裡那種一面牆 他就會從這裡 他站不住 他就開始平移到裡面去 然後再平移回來 你就看到一隻狗狗罰站 這樣一直走 然後還能走太多 那如果說這個夢想之間 這個裡面的夢想都完成了 那你會給你的生命會是幾分 從零到十分 如果說這個夢想都完成了 十分 就十分 對 因為我會喜歡 就是我會希望說 在這個我這一輩子的生命裡面 就是能夠把快樂帶給我 跟我自己身邊的每一個人 只要大家 每一天都過得幸福 平安快樂 其實我覺得那是我這一輩子 最大的夢想 所以其實你夢想天天 就是環繞著 環繞著 給快樂這件事 對 那你覺得你現在有幾分 嗯 現在喔 六七分吧 對 我覺得還有很多 我自己不足的地方 你說小狗 你想要的東西 如果你是什麼那種 就是 好像 這張圖上 應該還一直在夾些什麼 因為零過兩年多 嗯 還有燒什麼 不要貓嗎 有啦 現在還有一隻小貓 對 我可以講 一隻小狗跟一隻小貓 好 所以你經過兩年之後 你覺得你目前還是這個 還是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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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 實踐的方法會不一樣的 會有更多更多的想法 那只是說核心的東西是哪邊 這樣有沒有一個問題 這樣有沒有還有問題 好沒有 那可以換下一個嗎